来 儿子 叫阿姨 阿姨好 欢迎来到烫的金麻辣烫美妆大厂 在这儿的宝贝新儿子给大家婚个好 今天是可爱换了 等了整整两个月终于 二次到了我身边 欢迎来到你烫2020年度 金麻辣烫美妆大厂 制作的美妆大厂不仅仅只是我的甜度 爱用而终使用感 最容易上手难移程度 强体绿水化和包装颜值五个点下手 变出我的金麻辣烫大厂 Slay全场无侠底妆大奖 要一起搬给牙齿奈菜清水 欧莱雅两个西游棒不同色号 这三只缺一不可 西游棒高遮瑕特持久 缺点就是粉质会粗糙一点也没有那么细腻 气质里有很多保湿精华 流动性强滋润度高粉质细腻 所以两者一融合保湿养肤遮瑕持久 搭配上两个色号脸又立体又自然 书活动吃饭唱歌去夜店 就整整12个小时地方完美不下 欧莱雅西游棒 使用感四星 负用率五星 上手难移程度四星半 包装颜值三星 性价比五星 亚生然带沁水 使用感四星 负用率五星 上手容易成分四星半 包装颜值五星 性价比四星 打遍天下无敌手 遮瑕大奖Hourglass遮瑕蜜 作为曾经研装瑕斯机 市面上所有最牛口碑最好的遮瑕 我都通通买回过家 乐德真霞哥巨魅影 NAS遮瑕力 没有一个能够打过Hourglass 遮瑕力第一 持久度第一 皮肤溶化度第一 还附加上了其他遮瑕没有的 毛皮效果 你的面对高低效果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让你毫无瑕疵 当我是严重瑕疵器的时候 它就是我的救命宝贝 这个亮颜色用来做 面中骨香提亮 简直就是一绝 唯一小之点 就是它浓度真的非常高 所以用它的时候 要非常精心去把控你的用量 Hourglass遮瑕力 使用感四星 附用率五星 上手容易程度四星半 包装颜值五星 性价比五星 默默无闻 但贼好用散粉大甲 Mac Prep & Prime 散粉 基本上倒不出什么都知道 这瓶我都已经用完了 真的是要为这个哭一下 大家都知道它的亲姐姐 Prep & Prime 那个水溶投出定妝汤物 但用这个散粉的人 少汁又少 很出心里 但是用的时候呢 就不会到处乱飞 像有些散粉啊 真的用的时候 恨不得就变成一口气 此处点名 某些散粉 用来做烘焙baking 或者是用来做全脸定妝 都非常的OK 因为它是全透明粉 不会润白 也不会觉得脸干 而且它很小巧 非常的便携 三粉界呢 还有一个毅力不倒的王者 makeup forever 但它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不能面对闪光跟拍照 那种变成大白鬼脸 像这个Mac三粉就没有同样的问题啊 它们俩差不多没有很大区别 但它比较小小便捷 而且没有那个致命缺点 所以在我心目中 暂时哈 由它排第一 而且它确实没有什么曝光度 还蛮可怜的 所以同情票又加了一分 Mac三粉 使用感四星半 富龙绿五星 上手容易程度五星 包装颜值四星半 性价比四星半 最佳控油粉笔奖 姿色丁豆丝银粉笔 性价比其高 控油性能很高 而且粉质非常的细腻 抹皮效果也很明显 而且这个粉撲软软绵绵 很有质感 夏天防汗防油 我觉得很OK 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它这个粉笔 绿微有点泛白 色粉笔使用感四星 富龙绿四星半 上手容易程度四星半 包装颜值四星 性价比五星 年度最有高级质感 眼影盘大奖 Natasha Delona Glam Palette 来看看 细细品一下 这种冷掉金蚁棕色型眼盘 是今年最最最打动我的眼影盘 而且它是圈南老师 给我化妆用的同款眼影盘 包括它的流失诗 各种活动啊 杂志啊 她都很喜欢分享这个盘子 但是它给我化的时候 我就有去摸这个粉质 真的是细腻感 和它的那种融合程度 用语言难以描述 它的那种滑透啊 丝滑的感觉 包括这颜色配色的把控 都让我叹为观止 化妆的眼妆低调内脸 但很有那种达质画报质感 今天的眼妆呢 就是用这个眼影盘画的 像是我今年已经 没有那么喜欢大红大紫 或是那种橙色大闪片 那种重眼影了 今年非常非常喜欢那种 冷掉米宗色系的质感眼妆 所以这个盘子 刚好踩在我心凯上 所有的这种金属闪片色 都是不会显眼睛种的颜色 是非常低调内脸水光的 所以这个盘子呢是真真真正的 完全抽中我的心 它有个很神奇的小特点 就是它每个颜色下面呢 写的不是它的色号 而是这个颜色应该用在哪里 例如Chris 就是在你的眼睛眼窝肘肘处 然后Transition是过度色 也是这个眼影盘 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讲高级质感 还有什么能比过这个盘子绝了 Natasha Denona Glam Palette眼影盘 使用感五颗星 负用绿五颗星 上手容易成熟五颗星 包装颜值四星 性价比四星 年度可可爱高性价比 烟熏眼影盘大赏 完美日记的小猫盘 一看就是对中眼女生 异常友好的大地色系 而且呢 又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 米宗色系眼影盘 但是这盘的性价比呢 要比Natasha那一盘要高很多 这里的黑色非常适合 用来画学之同款的那种 大地色小烟熏 特别是轴眼女生啊 这种眼中画法 真的太适合你们 过来的轴眼 变得深邃有神迷有性感 眼睛要是不轴 还画不出那样的感觉 这盘子呢 是进的强烈强烈推荐啊 日常通勤学生党用都很OK 而且它画的妆感 同样有质感又高级 闪片色里面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肺的颜色 这支小猫盘真的非常OK 而且它其实也很可爱啊 就是很值得拥有 完美小猫盘 学用感四星半 富龙绿四星半 上手容易成度四星半 包装颜值四星半 性价比五星 年度眼性胶盃奖是姿色和火烈鸟 如果你是有眼皮的话呢 可以选择姿色 如果你是干眼皮像我一样 不是特别运眼性胶盃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火烈鸟 两支我都暂时没有找到 而且这些也推荐过了 所以就不打算了 金马拉套人生病备眼线叶笔奖 假奥金眼线叶笔 我想这真的是蓝色的 我觉得它是我用过眼线叶笔当中 综合性能最强的 确实是死活也不愈 也非常非常的好画啊 可以描绘出你各种想要的线条 我特别喜欢蓝色的支持 因为我发现蓝色眼线叶笔 会让你的状态显得没有那么重 同时会让你整个眼睛显得非常水灵 同时呢 它是比较难得的 颜值比较高的一个眼线叶笔 而且它比较金用 捏在手上我会感觉很有质感 堪比大牌 小金眼线叶笔 使用感四星半 附容率五星 上手原因程度 四星半 包装颜值五星 性价比五星 年度可可爱 水灵卧蚕提降奖 巨朵卧蚕笔 这个呢其实我用的是比较少的 像这个笔呢 是属于那种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厚卧蚕的妹子 就可以在眼睛上面浅浅的画一道 让你眼睛瞬间闭亮起来 非常的轻盈好画 而且笔一定是等 要更加持久 同时你把它画在这眼睛下方 靠近黏膜的位置 会显得你整个眼睛特别的水灵 或者是眼睛下肢呢 大家会提亮你的这个厚眼睛的位置 更加的好画 才不容易掉色 水灵卧蚕提亮笔 使用感五星 四融绿四星 上手容易程度 四星半 包装颜值四星半 性价比五星 年度永远离不开的眉笔大神奖 又是它 植村秀砍刀 这个呢我说了太多遍 而且它实在是太有名了 就使用一点篇幅 我就不讲了吧 反正有好几只这个砍刀眉笔 而这只呢已经被我用到了这样的一个长度 足以见得我是有多么的爱他 而且关键它我竟然学会了削眉笔 来大家快夸我 我终于学会了削这个笔 真的是不容易 年度神奖眉毛缺它不可讲 维茨水眉笔 之前我特别特别喜欢极朵 直到我遇上它后发现 极朵 垃圾 它呢会比极朵的笔触要更加的细 而且它是水灵 画上最终的颜色会慢慢变淡的水灵笔 跟你的眉毛完美融合 特别资料 我特别想要拿来画眉头的挤触和眉尾缺料的毛流 它真的是我这种凸眉吸引的旧星 会让我的眉毛看起来天生就那么的明明 哪里出画哪里 基本上可以 笔甲乱真 维茨水连笔 血油感四星 风绿四星 上手容易程度三星 包装颜值四星 剩下笔五星 金麻烫酱汁 笔甲乱真 素颜树大伤 毛哥平素颜立体鼻影粉 这可能是我化妆生涯以来最最最爱的鼻影组合 没有之一了 所以这个颜色就是我最最最爱的灰棕阴影色 不土不黄也不红 反复叠下韵感也不会让自己鼻子变得脏兮兮的 反而会使得你整个 哇鼻子拔地而起 很有力气感 把我的鼻头也很显著的去缩小 然后就是它这个宝贝的哑光高光粉 它就不算哑光吗 它就是那种 微微微小珠光的一个高光粉 给你看看啊 它高光粉低调到什么程度 就 可以看到吗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亮啊 就像你鼻上鼻鼻上面一个自然的一个亮子 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弱 就不会给你一种好像甜的玻尿酸 那种假鼻子的感觉 就会让你整个鼻子上一个敲咪咪咪的 就这么起来了 好多次用它 我自己照镜子包包照相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的鼻子是假的 就像我自己却捏了一个假鼻子一样 它就有这样移甲论针的效果 这个组合 绝 毛和平素颜皮体银粉 使用感四星半 分绒绿五星 尚小容易程度四星半 光装颜值五星 性价比四星 粘度修容小脸大奖 nice makeup宝比加修容 今天不要为啥我就找不到那块宝贝了 这如意我推荐过很多次 我相信你们也很熟了 颜色就是不显张的灰棕色 跟Map很像 但是它没有Map结块的那种缺点 好吃粉多鸡染不显张 特别适合用来画清晰的下颗线压 压全骨画鼻影 塑造额头立体感 而且二十多块的一块用到天荒地老性价比也是顶尖 SIMMA它两支年度水光高峰大赏 Bobby Brown五花肉 Pink Glow 如果你想要你的脸看起来水灵灵的像一颗水蜜桃 那你就可以选择Bobby Brown的五花肉 但是它有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 它太容易脱钩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买关的时候还好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是太干燥什么原因 就整体就好像要缩水了 但它确实不影响在我心目中 崇高的高峰地位 感谢杭越老师给我种了草 就是我鼻头这块特别是高光 然后真的一点 然后一搓 好嫩 我的鼻子是不是立马就挺翘起来了 而且是那种特别水灵的挺翘 看起来就是皮肤含水度很高的感觉 像打了水冻针一样 然后再在这 是不是 我最近感觉整个人就好水灵啊 我平常用比较多的是不怕用你的肥肉这一块 如果我想要那种粉粉的又很饱饱的妆容 就可以用粉色这一块 给自己的脸再加一点点水光 这种淡淡微粉的水光 会显得整天又泥气又水灵 博贝Brow 五花肉 Pink Glow 水泳感 四星半 富龙绿五星 上手人一程度四星半 包装颜值四星 因为它真的太容易脱钢了 剩下饼四星 绵度 波光云林 荡漾大奖 低辣高光高 这个都被我捏的不成型了 大家评议 评议 这个薄透的水光感 本质涂透的这些呢 就会对干皮非常的友好 有些干皮啊皮肤就是卡粉 掉皮就算了高光都会卡粉 用它用那种点暗的方式 水光静泡 就是你整个脸咕咚咕咚喝了八升水药的感觉 如果妹子皮肤底子真的很好的话 用它 那简直啊 从远处走过来 你不是水里面放出来的女神好吗 它呢绝对不是油光 它就是实打实的水光 而且它非常的薄透 跟皮肤的融合百分之百 低辣高光高 Oculus 使用感五星 副用率四星半 上手容易程度 五星 包装颜值四星 太容易脏了这个包装 性价比四星半 年度放低我最闪甲 Pessitions方面了 这个高光 我知道又是高光 真的是舍弃不下吗 实在是有太多的高光心都好了 这一块呢 我就觉得会比Rihanna的那一块高光 要更加的神奇 但是我觉得它的神奇 是那种机器都拍不出来的 只有肉眼才能看到的那种 它就是一整块鲜河 撒在你脸上的感觉 你可以就是大面积的 涂涂在你的小C区 然后那个灯光一打下来 哇你的脸上就是整个 鲜河浪漫一样的感觉 仙女下凡 而且它呢 有那种特别舒服的 黄油奶油味 这块我抢的也推荐 Starry Starry Night Oh Starry Starry Night Pessitions方面的Butter Glow Face Palette Starry Starry Night 使用感四星 富容率四星 因为这个确实日常日比较少 上手有一层都五星 包装颜值四星 性价比五星 差点忘记说了 它还可以用作眼影的一个提亮 让你只能眼影呢 就是金河浪漫的感觉 哇哦 颜度飞龙感女神 腮红奖 Pink Lake腮红 05号色 肉桂烤奶 不要看这个颜色 你觉得很吓人 像一块修容 但实际上呢 它是融合度非常非常高的 一块氛围感的腮红 它做腮红同时呢 又可以起到修容的作用 像今天这一块就是腮红 它帮我很好的稍微的有压下我的颧骨 或是微微的上衣我的苹果 这一块呢 而且还很适合用来画眼影 可以让你的眼妆和腮红修容 融合的非常好 却适合那种又自然又有质感的氛围感 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强推 如果这样的妆容 以重不同 高级来up 就一定要试试这种肉桂烤奶的一个腮红色 还可以再搭配 性色的腮红啊 粉色的腮红啊 或者米色系的腮红 都是ok的 Pink Lake肉桂烤奶腮红 使用感四星 附绒绿四星半 上手容易成都四星 包装颜值四星半 性价比五星 粘度右船右翼腮红奖 Senseed Rose Beige 这一支呢 就是下手一定要轻一点的啊 如果下手重的话呢 就会变得很郁很郁 它上色都比较高 叫做裸玫瑰的一个颜色 可以跟我们的亚洲肤色融合的非常好 但是呢 又很柔弱的感觉 它不是艳色的玫瑰 它是那种韩宝淡放的淡玫瑰的一个颜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用它 而且它呢 也是可以用到眼影上的颜色 所以让你的这个眼妆和腮红融合起来呢 就给了一种又蠢又蠢又很想清新的感觉 好了你们的2020年度 金麻辣套面部美妆大装 就在此为止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想问什么 口红去哪啊 口红在哪里啊 口红我实在是有太多支了 评价会价都有很多很多支 所以呢 要单独出一期补品呢 如果你们是给我安排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也考虑给你们赶快安排上 所以呢 嗯 嗯 给我多多的 嗯嗯 好吗 而且呢 我不单是想要给你们分享东西 我也想听到你们的反向案例 所以呢 请大家每一个人哦 都留一到一两样 你们的年度爱用给我吧 爱用哦 我是你们的她 我们下期再见 那这期再见 是 那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